我是服裝設計師Cicilia 我觉得时尚是终于做你自己自信跟自在 宽松的功夫酷刑 行走时每一个步伐表露各自的样貌 入位台北TAP时装设计大赏的设计师张朔宇 将无形的概念在服装上充分展现 武冬时尚我们一开始去思考的是武术的精神 然后我们就去参考了一代的武术大师李小龙 他有一句话说把自己心灵沉淀 然后无形无法像水一般 移动时如流水静止时如明镜 张朔宇延伸水的概念将东方五行理论融入服装的色系上 五行之中水是属于黑色的嘛 所以我们这一次整个系列都是用黑色去表达这个概念 宽裤跟一些斗篷啊披肩的概念就像你穿梭在 丛林之中一种很帅性很随性的态度 参赛的四套服装运用斗篷披肩搭配宽裤 但仔细瞧细节还能感受到西屋者奔驰山林的丽与美 选用断面的材质是表现一个水的光泽感 功夫其实就是像水一样 你没有任何的形体去拘束它 服装透露出一种不喧嚣不张扬的与会 张朔宇以城市漫游者自居 希望透过设计传达他对生活的态度